明日七夕,七夕不只是情人节,记得吃三样,做三式,接二式,老传统不能忘。 这里是佛学讲堂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明天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,估计不少年轻人都在准备过情人节,其实这个日子从古至今都不是情人节。 老人说,七月初七做三式,接二式,老传统不能忘,分别指的是啥式。 七夕不是情人节,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的故事,最早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星象的崇拜,真正形成故事是在南朝阴云的小说一书中。 书里称,织女是天地的女儿,自幼生得心灵手巧,深得天地喜欢。 长大后的织女,勤快又懂事,年年月月浮在基柱上忙碌,织出了锦段般的云霞天衣,把天空装扮得分外美丽。 一次天地驾临,见女儿因为盲鱼之眠而形容枯稿,顿时心生怜意,就把她许配给何夕秦快又老是牵牛郎,希望他们能互相照顾,互相扶持。 谁知之女出嫁后,却只安于自家的小日子岁废之柱,再揽为天庭之眠。 于是天地大怒,便责令归河东,但让一年一度相会。 从此,这小两口便开始了河东,何夕分居的日子。 一直未尽时期,这个故事都是知女因婚后慵懒而受到惩罚的典型,但是民间的婆姨们却不满意。 于是,这个故事又经过了数代人的加工,最终成了凡间的穷小子和天上仙女的爱情遭遇,宣扬的是勤劳善良的人能得到仙女的青睐。 但是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气息都不应该是情人节,因为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,没有团圆和幸福可言。 另外,牛郎之女一年有364天的相思之苦。 只得一天的相聚,这注定是个悲剧,有不幸,凄凉和悲怆,却没有一丝丝的喜悦和甜蜜。 吃三样,第一样,巧果,此果非彼果,这个果有点特殊,这个果其实是一种面食,是用油,面,糖,经过精细的制作,不同的形状,反映出制作者的心灵手巧,也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祝福和寄托。 东京梦华路中称之为笑样,果实花样,它是七夕节的一种专属美食,寓意婚姻美满,孩子平安幸福。 巧果制作,用油,鸡蛋,白糖,酵母,和面。 醒发20分钟左右,然后揪成小剂子,用各种形状的小动物或者是莲子,花生图案的模子,做出各种花样的巧果。 然后用烤箱烤熟,或者是电饼当烙熟,再用线串起来,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,边玩边咬着吃,一般都是家里长辈做很多,送给自己的孙子,或者是外甥们。 第二样,姜米条。 每到七夕节,街头巷尾就会出现许多卖姜米条的,据说七夕吃姜米条寓意爱情长长久久,爱情甜蜜,婚姻美满。 姜米条的制作,用糯米粉,小麦粉,植物油,白砂糖为原料。 揉成面团,最后搓成长条,放进油锅炸制,最后趁热裹上糖浆即可。 第三样,吃鸡。 鸡和鸡谐音,有着吉祥之意,另外传说,牛郎之女二人只有每年的七夕节才能相会,等到公鸡暴小就要分开,人们希望他们能幸福相爱,永远在一起,因此就流传着七夕节杀鸡,吃鸡的习俗,寓意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做三事。 一,奇巧,古代的七夕,是民间女士们赛巧,逗巧和奇巧的日子,其中穿针奇巧源于汉代,是最早的七夕奇巧方式。 据古节《西经杂记》中记载,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。 据以惜之,他们在七夕节采线,穿七孔针,谁穿得快谁起到的巧就多,穿得慢的,要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输给胜者。 因为织女手巧,所以女士们也会在这天拜织女,祈求能得一双巧手,当然也会祈求自己能越长越漂亮,将来嫁个如意郎君等。 七夕节还是追求技艺和传统手工艺的日子,人们可以在这一天展示自己的手艺,比如编织七巧板,剪纸,绣花,制作手工饰品等等。 通过传统手工艺的制作和欣赏,我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。 传承和传统技艺也能延续下去。 二、拜奎兴,七夕不只是女士们的节日,也是男士们拜奎兴求功名,求官运和财运的日子。 相传奎兴是掌管天下文运的神仙,他手持奎兴笔,专门点取求功名之人的名字,一旦被他点钟,以后必定是文运开打,官运亨通。 相传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,想求功名利禄的人必定会在这天祭拜,希望神仙赐给自己好运,以后都能魁星高照,仕途顺利。 三、祭祖,众生,七月初七也是被古代人相当重视的五辣日之一。 据古籍中记载,真瞻一日明天辣,五月五日明地辣,七月七日明道德辣,十月初一明岁辣,此五辣日仪祭祀先祖。 其中七夕的道德辣,是五弟教定生人古体枯盛,学业文集,民官将义之日,这天可祭拜祖先,求父求兽的。 除此之外,七夕也是古代人众生求子的大日子,新婚集想要孩子的家庭,会提前把豆子进入水碗,等他们慢慢生出数寸的鸭。 到七夕当天,在找来红,蓝丝县扎成树,作为得子得福的象征,据说众生求子非常灵验,不出三年。 所求必然如愿。 民间有很多地方,在七夕节前几天都会在地里种上一些种子,等到七夕节这一天,就会长出绿油油的小苗,种种子称之为众生。 而长出小苗称之为求子,寓意爱情开花结果,子嗣绵延。 季二是,一季举办婚礼,在很多老人心里,虽然七夕节是情人节,希望得到美好的姻缘,但是这一天是牛郎之女短暂的相会,终究是棒打鸳鸯,不能长相厮守,所以结果还是悲剧的,因此七夕节既办婚礼,以免爱人分离。 二季情侣约会不牵手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,就要勇敢地表达爱意,特别是约会时,一定要牢牢地牵住对方的手,万万不能像牛郎之女一样分离。 仰望星空,浩瀚而美丽,细细沉思,我似乎明白了为何牛郎之女的故事能经久不衰,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七夕之夜空的美好吧。 七夕节,老季吃三样做三事接二事,老传统别丢,用行动表达爱意,爱需要勇气,爱需要表白,七夕需要你的勇敢。 七夕记得做三事,七夕两不做。 七月初期是更深月人子日,深子沉月逢人是月德,历秋后的子日是时德,人子日是天恩日之一。 六月人日又是月恩吉日,所以这天是个一祭祀祈求的大好日子。 深月以子日起青龙,七夕是深月子日,正是青龙日之一,青龙属绍阳,居东方,代表万物生长的力量,所以七夕应以晴天为主,如果阴雨则不利万物。 这天也是剑除十二星中的定日,定为不动,不动即代表没有生机,是死气沉沉之意。 可祭祀,祈福,不以观颂,出行的,七夕为道德辣祭祖大日,也不以谈情说爱,以独居自清。 在现代社会,七夕节在商业化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下,逐渐失去了一些传统的文化内涵。 然而,我们应该珍惜传统文化,传承七夕节的价值观,不仅是对爱情的追求,还有对智慧和记忆的追求,对亲情和友情的重视。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传承和传达给后代的重要价值。 在庆祝七夕节之前,我们也应该深入了解七夕节的背后故事,了解牛郎之女的传说,以及其与七夕节的关系,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节日的意义和起源。 通过传统故事的了解,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七夕节的文化价值。 在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中,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庆祝七夕节。 保持传统习俗的同时,也可以根据现代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创新七夕节的庆祝方式,无论是与爱人共度浪漫时刻,还是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欢乐,让七夕节成为一个充满传统和现代元素的特殊时刻。 这里是佛学讲堂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